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治疗耳鸣中发挥着中药的作用 同时中药刺食对耳鸣的环节也有一定的作用 比如荷花花等真净的药物 对耳鸣的治疗也有作用 但是中医讲究辩证论治 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不同的治疗时期 可能治疗都不同 所以辩证实质是很重要的 不同症型选用不同的中药来进行治疗 比如肝火上扰 就要选用清肝泻热 开于通窍的药物来治疗 如车前草 木通 柴湖 龙胆草 黄芹 泽蟹 川雄 香腹等药物 而对于肾去亏虚或者是肾经亏损的耳鸣 就要用补肾填经 自饮浅扬的药物来治疗 如生地 山药 丹皮 泽蟹 芙苓 执子 瓷石 财狐 川雄 五味子 石仓谱等等 而对于气质血育的 有银行叶 三七 丹森 桃仁 红花 川雄 对于伴有失眠的耳鸣 可以加重安室内药物的用用 比如重镇安神 自饮浅扬的安室内药物 如瓷石 珍珠母 叶椒藤 核欢皮 草枣仁等等 所以中医中药来治疗耳鸣 最终还是要综合使用中药方剂来治疗 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